大家早安 今天是日本东京五天四夜的第五天 也是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天啦 早上在饭店吃完早餐 大约十点左右 整理好心里就来到大厅集合 还没有要回家哦 第五天一样有两个行程要玩 出来玩时间都过得超快 最后一天一定要好好把握 逛好 买满 大家在再次检查重要的物品和护照之后 心里上车 人也上车 但是心还不想上车 现在时间为中午的十一点左右 我们抵达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陈殿山 新圣寺 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每年的参拜人数都超过一千万人次 四月内有许多被指定为 重要文化财产的建筑物 参道仍保留江户时代的风情 是观光不可错过的景点 也是日本最有名的寺庙之一 特别是日本过年期间的新年 参拜相课更是络绎不绝 寺庙内所供奉的主身为不斗名王 佛上由真言宗 开山鼻祖 红法大师 空海 亲自雕刻及开光 可以依照开运 辟邪 人生成功 生意兴隆 以及节良缘所祈求内容 参拜不同的殿堂 据说每一座殿堂所许下的愿望 都非常的灵验哦 不斗名王虽然起源于印度 经由中国人传入日本 然而在印度 以及中国 其造像的遗例非常的稀少 在传入日本之后 随着密教的流行 不斗名王的造像也渐渐盛行 寺院内占地约为22万平方公尺 境内散布有许多历史的建筑物 其中有五处为国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财产 这里还有充满大自然的公园 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宜人的景色 距离成田机场只要30分钟即可到达 也是拍照打卡的好景点 成田山新盛四德餐道 从成田站一直延伸到总门 长达约800公尺 道路两旁有许多间的餐厅和纪念品店 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鰻鱼饭 新盛四德鰻鱼饭 始源于江户时代 越来越多的餐拜客 从全国各地纷纷前来 据说整条成田山表餐道上 有超过50间都在卖鰻鱼饭 走到哪里都是烤鰻鱼的香气 到了成田山新盛四 就是一定要吃吃看这里的鰻鱼饭 因为我们比较怕热 没办法在室外用餐 所以找了一家有冷气的店家用餐 看了一下价格 也有比其他家贵一些 但是为了要舒服的用餐 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时候出来玩 就不要省东省西 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候 如果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买 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买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让你破产 从此变成虫光蛋 如果不买的话 把这些钱存起来 会不会让你变成大富翁 全球首富 都不会嘛对不对 那就买下去吧 服务人员先上了三杯绿茶 看了一下菜单 我们就点了一份小份的鰻鱼盒饭 3800日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800元 面内很干净 还可以隔着玻璃看到师傅烤鰻鱼的过程 动作很熟练 感觉也很细心 沾酱之后 再烤的动作不断的重复 就是要将最美味的鰻鱼饭 让客人享用 口齿流香 还有怕鰻鱼太热 要用扇子帮鰻扇一下风 降一下温度 一下子我们的鰻鱼饭就上桌啦 打开盒子 有两片带着油亮光泽的鰻鱼 这颜色真的太漂亮了 像穿了一件礼服一样 哇 还有一碗海鲜汤 一碗小菜酱瓜 用汤匙就可以轻轻地化开 肉质油嫩肥美 酱汁微甜 搭配底下的米饭 根本完美超级好吃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统统吃光光啦 吃完蛮鱼饭 走到怀州的老街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店家 很好逛 吃完咸的食物 就会想要吃一些甜点 我们找到这家有卖鱼烧 买了一个奶油 一个红豆口味 一个是180元日币 组合台币约为40元 两个就是80元台币 鱼烧的外皮是俗脆的哦 尝起来的味道超浓超香 跟我们平时吃的软软外皮的 钓鱼烧是不同的口感 这个真的好吃 现在的时间为12点半左右 我们在这里待了约1.5小时 就集合上车 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 充满回忆的东京旅行 在最后的最后 还觉得哪里不够 又或者哪个东西没有买齐 现在的时间为中午的12点45分左右 我们抵达 勇望梦乐城购物中心 勇望梦乐城每天都有通往 全田机场的接驳巴士 勇望梦乐城购物中心 是青夜线离机场最近 而且交通最方便的购物中心 返家前 勇望梦乐城购物中心 为开心的旅行做一个完美的收尾吧 我们是搭乘晚上7点30分起飞的班机 所以我们在购物中心的时间 大约有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逛 应该很足够了 小逛了一下买了可以退睡的保养品 我们已经知道要吃什么了 见到超市买了日本产的色香葡萄 还有水蜜桃 超市的附近还看到一家在卖 苹果糖葫芦 好特别的感觉 是使用整颗的苹果 淋上糖浆 等糖浆干了之后 就会在苹果的外皮上形成硬硬的糖浆外皮 也会将苹果切片放进杯中 方便取用 味道不会很甜 很好吃 这样一份是650元日币 折合台币约140元 刚好用餐去的旁边有水槽 我们就把刚刚买的色香葡萄 还有水蜜桃一起洗一洗吃光光 水蜜桃真的好甜好软好好吃 这色香葡萄的味道也超级香 超级好吃 但是好贵啊 吃完还不过瘾 又买了一串草莓糖葫芦 再满足一下甜点味 现在时间为下午的三点左右 距离集合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又到了这家意大利面餐厅 点了三份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面 我点了一份海鲜隔离意大利面 1360元日币 折合台币约为290元 味道不错 分量刚好 螃蟹意大利面 也是1360元日币 约290元台币 螃蟹的肉已经豁到面里头了 这个螃蟹壳只是装饰品 还有一份墨鱼意大利面 1230元日币 折合台币约为270元 意大利面 发源自意大利 在1960年代左右 成为日本的家庭料理 虽然来日本 不要只吃日本料理 日本的意大利面也非常好吃 吃完意大利面 我们就要准备集合 又一意不舍的买了一杯北海道的冰淇淋 吃完冰淇淋 大家就集合上车 前往成田机场啦 路程大约只有10分钟就到成田机场了 大家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还没 挂完洗礼 挂完海关 又是一大堆的免税商店 和半熟礼店可以逛 日本真的超好买 大家都买不停 盛行多年的薯条三兄弟 白色恋人巧克力 还有最近很红的NY起司饼干 我们都买了 只是这个NY起司饼干吃起来超甜的 没有想象中的好吃 完全比不上我的旧爱 白色恋人 嗯 旧爱还是最美 要上飞机前 又忍不住买了一支 Cremia冰淇淋 以牛奶霜淇淋搭配 白色恋人饼干外层 同款的猫蛇蛋筒制成 一支是550元日币 台币约为120元 Cremia冰淇淋 美味的秘方来自于 比市售冰淇淋浓醇多 25%的鲜奶油 12.5%的乳脂肪 最完美的风味 必须在180秒之内 因为使用了纯正的高乳脂肪配方 所以冰淇淋融化的速度较快 建议大家拍照速度要快 别错过最佳的品味时光 吃完冰淇淋 走到登机口 窗外下着细雨 飞机也不停地起飞和降落 走上飞机 找到座位坐下来 回程一样搭乘台湾虎航 有包含晚餐 今天的飞机餐 就是油葱鸡肉饭 还有一小包的坚果 一瓶果汁 吃不饱 但是吃了巧 好险我们刚刚有吃很多 每次出国玩 都有不想回家的感觉 就算回到家 也会想要赶快规划下一趟的旅程 人生就是好好的对待自己 努力赚钱 尽情享受 半季从日本成田机场起飞 飞了大约三个小时又四十分钟 我们抵达台湾的桃园机场 这五天的行程 很充实 也很好玩 虽然有一天下雨 但是行程也有顺利的走完 给过 也感谢有将这五集 日本东京之旅通通看完的朋友们 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拍了好多的照片 塞满了好多的回忆 紧接着 我们已经规划好下一趟的旅程咯 下一集 会带着大家一起去 五天四夜的越南县港 体验完全不同的风俗民情 看看越南女生 是否都是传说中的大典美女 期待你的订阅 按赞与分享 我们下一集 越南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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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